國產疫苗EVA的一個審查跟公布 我們認為這個完全黑箱作業 而且標準幾乎是全世界最低 這一支國產疫苗 其實連二期有沒有完成 我們都還不清楚 更不用談說第三期的人體試驗 根本都還沒有做 但是呢我們的衛福部 居然可以這樣子草率 搶快不透明的過程底下 來給予EUA 這個大概是全世界首次這樣做的 連去年美國川普總統都做不到的事情 蔡英文總統你做到了 但是我們必須講 你是拿全民的生命做到的 第二個過程黑箱不透明 其他主流的國際疫苗的EUA過程 我們以美國來講 美國在通過這些EUA基本上公開透明全程錄影 起碼參與人員是誰意見是什麼 不管贊成反對是什麼全部公開透明 但是昨天衛福部所公布的這個EUA的相關通過的資料跟審查的過程 沒有錄影 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委員 包括之前傳出說專家換了一半 那到底最後進去開會的人是誰 反對的意見是什麼 通通都沒有 所以標準的就是一個黑箱作業 這一筆交易至少40億 是所有人民的納稅錢 你拿所有人民的納稅錢去買一支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效的疫苗 然後過程是這麼不透明黑箱作業的EUA 這個難道沒有構成圖利嗎 這個難道沒有違背公務人員 你該監督而未監督嗎 你沒有違背你應該執行的職責嗎